当时看了《东张西望》 有一个环节 就是一间玻璃厂去追讨货款 我看完之后 我觉得我的情况跟它很相似 我就试试 一部《东张西望》 看能不能帮我 他供应玻璃砖给一个药厂 被人拖数长达一年 最后追讨成功 几十万对于我们来说 其实是很重要 刚才真的血本无归 他做的是陶瓷 声称同样租人拖数 结局又是否一样 你不要骗我, 叫我继续做 然后你又不赚钱 吴女士经营一家陶瓷器具製作公司 已经有25年金牌 一向都是小本经营 偶尔都会接到一些 知名品牌客户的订单 疫情期间 跟很多中小企一样 面临沉重打击 一次经一位采购员穿针引线之下 接到一家公司的订单 令他逆境重生? 接一张订单 就是10万套餐具 杯碗碟 加上彩壳 分两批去不同的地方 去台湾和新加坡 这张订单是我们疫情以来 熬这三年以来是最大的一张订单 三十多万美金 港币是二百多三百万 我们的希望真的很大 好像狂风暴雨结束了 黑暗离结束了 我们就看到阳光 这套陶瓷餐具一共三件 外加一个纸盒 就是由五女士负责制造 先供应给一间中介公司 再由中介公司 转给台湾一间快餐集团 陶瓷餐具原定今年1月12日开售 不过在开卖前的一天突然煞停 当时官方解释 由于部分纸盒的包装脱色 所以临时抽起产品 让厂商重新包装 择日重卖 咦?这不就是代表 吴女士的陶瓷出现问题吗? 为什么搞得这么大事? 台湾这批货款我全部收了 然后投诉是收到钱之后 一个月才发生 说我们的盒出现问题 就是花了、潮湿了 要求我去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是做FCA的词 FCA的意思是 FRE,我们出厂而已 来到我们的厂 我们只是找工人装 帮他装上车 之后所有东西就交给客人 如果是这样的词 那些货去到那边的厂 发生什么事 应该也不是我的责任 货品完成交收 160万交易金额也收到 为什么事后才来追究 自己的货货有问题? 吴女士大话不解 决定亲自去寻找答案 我们的货货是差不多12月4日左右 原来他整个月 12月整个月 大概有22天下雨潮湿 每一个盒 一个逼着一个 一个逼着一个 这样装的 如果这个盒是潮湿了 底面潮湿了的时候 他一抽上来 这里就会刮花 这边的刮花 自然就会刮花 两个对口就会刮花 这边刮花 再说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你们有派QC来验货 而且他的QC验货是很严密的 整批货是验过的 又爬高又爬低 又在这里抽那里抽 既然整批货你都验过了 说没事了 然后去到那边全仓 之后一个月 一个月后 他才说我这批货有事 虽然台湾订单 令大家关系变僵 怎料他们竟然毫断私连 吴女兽说中介公司 继续要求他负责制造 新加坡那批三万件陶瓷 原因是什么 你台湾那个都搞得这样 我说我很担心 我和你做了这三万陶瓷 我收不到钱 他就写过电邮来 保证 出货后14天收钱 那个连锁店上架后 也收到有一条连续 告诉我们 我们的货买得很好 货做得很漂亮 他们很享受、很感兴趣 货交了 照理就到收钱一步 不过钱不止收不到 还有后着 竟然有一笔为数不少的款项追逃 就说我之前客户有问题 他那个客户就没有上架买 累到他们又有损失 然后最离谱就是 反过来他还要收回我 八十二万五千美金的数 这里是六百多万港币 怎可能我七万套 会衍生到六百多万港币的钱 然后我就问他 究竟为什么他完全没有回应我 那个数据是怎样出来的 为了找个明白 吴女士这天去到中介公司 要求跟对方说清楚 我想来问你找货款 我想问你 我们已经出了律师信给你 我一定会 你没有律师信 我没有收到你任何律师信 你需要我现在写出来给你看吗 好,你写出来 你现在在你探索后面 你知道我们为了你吗 我们的损失多大吗 我也很大损失的 出了货收不到货款 没有,是垃圾 你不要这么说 你们有验货员去验过的 不用说这些 你现在我… 你不要说不可以说 出了货,你们要找货的 如果你真的有什么诉求 你就回答我们 你就回答我们的信息给我们 我们是不介意的 从头到尾我没有收过他的律师信 美国那里有个电邮是送给我的 那封不是律师信 如果是律师信那么公司 他应该是用邮寄 或者是挂号信给我 让我签收 那这封才叫做律师信 对方态度十分强硬 坚拒不女士入内谈谈 你们是否确定不会应 警方到场 界定为商业九分 吴女士一直声称货品出仓后 责任已经不在他身上了 如果那些货品 已经顺利交给收货人 已经收妥货了 理论上 风险就在那一刻转移了 如果随后 因为跟一些生产无关的原因 可能纯粹只是存货出现了问题 批货导致损失的话 理论上就由买家中介 他要承担法律责任 除非买家这个中介 他能够证明 为什么我这批货损坏 都是因为当初生产出现问题 又或者都是因为 运送过程当中出现了问题 这些就是生产者 吴小姐的责任了 吴女士追讨的只是五十万左右 这一款项对一间大公司来说 不算什么钱 不过对于一间小公司等同命根 你好 您在新加坡在哪一币 对啊 通常你没开工 现在只能走一步, 看一步 吴女士的陶瓷 由内地厂房负责制造 现金周转不宁, 没钱赚钱 再加上笔景气 厂房几乎等同停止运作 我的朋友个个真的仪不容辞 在这里借钱给我 但是借人钱, 你要还的嘛 如果他不赚钱给我 我会让我赚钱还给别人 我还要赚钱给伙计 我的伙计… 那些伙计已经很好了 他们已经叫我不要担心 他们自己出去赚钱做来之前 因为我找不到这些赚钱 我对他们不住的 我不可以这样的 要做一个有良心的副主才行 我们向中介公司提出访问 对方以书面回复远距 表示不想这件事透过传媒处理 只是希望以法律去解决这场商业纠纷 中介公司再次声明 先后发过两封律师信给吴女士 亦重新该批图词的品质不合规格 讲法和吴女士所讲有出入 同一张合约里面 有两批不同的货款 其中一个货款有争议 会否允许另一方保持住货款 这一点确实是要看最终合约上 有没有条款容许其中一方 有一个叫做留置权 如果货出现了问题 另一批货可以保持住 压底压住它 直到争议解决之后 才重新找货款 起初以为这种生意 可以扭转乾坤 吴女士发懵都猜不到 订单不单 让公司出现一线生机 反而陷入25年来生意最大危机 所以我一定要去找货款 这些钱我很坚决要去找货款